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毛小人姐 大米是我们生活中的主食之一 但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大米非常容易生虫 那今天教大家一个保存大米的方法 这样保存大米不生虫保存一年都没问题 下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相信很多家庭都爱吃大米 但是大米到夏季的时候很容易生虫 那生了米虫的大米不吃掉还太可惜 今天教大家处理方法 这样处理大米是不生虫不发霉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准备几瓣蒜 将这个大蒜直接放在米袋里 用大米把大蒜盖一下 大蒜是可以有杀菌蛆虫的效果 这样就可以驱赶哪些烦人的虫子 第二种方法准备一个纸巾 抓一把花椒放在纸巾上 然后把纸巾我们捏住 再准备一个皮筋将它绑好 这样一个防虫袋就做好了 我们将它直接放在大米里 花椒里面有独特的气味 可以抑制大米虫软的滋生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花椒会串味 因为花椒只是挥发性的 完全不会影响到大米 而且还有效驱虫哦 第三如果大米已经生虫了 该怎么办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我们将这个大米装在袋子里 然后放在冷冻室 将它冻上24小时 冷冻后的大米里面的米虫就会被冻死 这时呢我们将它剪出来就好了 另外没生虫的时候啊 我们最好将大米也放在冷冻室冻一冻 这样可以有效的冻死虫软 预防大米生虫效果非常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保存大米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实用呢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呢 也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